大家好 我是费玉清 这一次我为梦幻诸仙手游 振邪之战 演唱主题曲 《梦诸园所青秋》 即将正式的发布 希望大家会喜欢 你很淘气 那我给你讲一个乖乖的笑话 一对老夫妻 这老太太 洗完了澡出来 照着镜子的时候 非常的绝望 老公你看我 镜子里的我 又老又胖又臭 我真的需要你给我一点信心 他先看了看他说 你的视力还蛮好的 你很乖 那我要跟你讲一个小坏坏的故事 小凡问碧瑶说 你们女生为什么这样 都喜欢有嘴滑舌的人 都不喜欢老实的人 毕妖就说 不是 你们老实的人实在太不解风情了 那小凡就说 为什么老实的人就不解风情呢 你给我解释 然后毕妖就说 要解释啊 那你晚上到我家来 我慢慢地解释给你听 小凡说 不 你现在就要给我解释清楚 你很乖哦 那我要跟你讲一个小坏坏的故事 有一对夫妻啊 他太太跟那些人讲说 老公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那个 我大学一个追我的同学 想请我吃饭 我可以去吗 他先生说 大学追你的同学 你是 那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我大二的时候 他追过我 那个时候你几公斤啊 那时候我四十几公斤 他先生就看看他 好吧 你去吧 也好 断了他的念想 以后可以好好地过日子 大家好 我是费雨清 八月四号 孟朱青云岳府之夜活动 我在这里等着你 只能看到 whirlpool的 无虽苍天 剐 Pandemie 以后 向万流 同今所没愿分手 朱学一梦尊喜楼 千万年等候 百年當名 � empowering 析 asking 咱怎么留 置 命与江湖乱石车 把前身扬成旧 最后是青春宝剑厮守 你们怎么不听完我的歌呢 这样令人太伤心了 既然你们都这样 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 那我后面的故事我也就不讲了